王小飞的住处是一间套房 是炼器的一种产品 看上去并不是太好 时和意倒也热情 亲自带着王小飞去落实房子的事情 有他这个大职士儿媳的身份 王小飞倒也少了许多的麻烦 多谢了啊 办完了事情 王小飞对着他抱拳一礼 得了吧 别说这些没用的东西 有心的话 就请我们大家吃饭唱歌好了 王小飞当场就愕然地看下了时和意倒 在这里还有着歌舞厅什么的 怎么没有 这里是修真界 什么样东西没有啊 大夜城里面的乙红楼 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里面的歌舞效果非常不错的 怎么样 不请我们这些助理去玩玩 不知这消费是什么样的情况 放心好了 你一月两万修真币 吃不穷你的 也就一两千就行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 王小飞就感觉自己还是要去见识一下才行 行 叫上大家 今天我请你们 太好了 时和意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然后飞快地离去 应该是通知人去了 看着时和意离去 王小飞摇了摇头 对于修真界的事情 王小飞也多了一些认识 这里除了拿掉了修为的话 和地球其实也没什么两样 当然了 王小飞也知道 这只是暂时的情况 从得到的情报可以知道 这个国家正陷于危机之中 也许很快就会被另外三国吞没 还是要加快自己的修为提升才是啊 当然了 王小飞到现在也还是放心的 毕竟自己有着别人没有的一些手段 是可以动用修为的 本来王小飞想在这里造一座小型的传送阵 想了一下还是打住了 这样的地方检查肯定严格 就算是建设在地下 也难以避免被发现 把门关上 王小飞又把放放的物品清理了一下之后 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还是抽空回地球一趟吧 王小飞想了一下 对于地球的事情也有些担心起来 自己弄了一些食物 王小飞也知道 没有人会提供吃的东西 只好对付着吃了 虽然王小飞的蒸汽是能够动用的 他却是不会表现出 自己动用了蒸汽的样子 不想让人知道 自己能够动用蒸汽的一个办法 就是吃东西 这是凡俗之人才会天天吃饭 吃了饭之后 王小飞就发现 许多的人都在外面的院子里面 坐着吹牛聊天 根本就是一个凡俗社会的样子 这时 王小飞也注意到了一些情况 这个单医院里面 还是有着不少的人才 住击期以上的人有不少 金单期的也有不少 更有一些人 直接就是接近原因 看到有那么多的高手 无法动用自己的修为时 王小飞进一步 对于这里的正法佩服起来 就在这时 王小飞就看到几个年轻人 向着他这里走来 一眼看去时 王小飞发现 他们的修为都是住击中期的样子 你是王小飞 其中一个为首的就看向了王小飞 不错 王小飞有着一种感觉 这些人来者不善 特别是这个为首的人 长得五大三粗的样子 更是肌肉骨骨 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不一样的人物 也不咋地嘛 王小飞笑了笑 并没有言语 心里确实早已看出来了 这就是专门来生事的人 小子 凡是到了这里的人 都得交纳保护费 知道什么是保护费吗 就是交了保护费之后 我们就照着你的意思 小子 知道我们国少是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啊小子 国少的父亲 就是这郡里面长兵的郭大人 那为首的年轻人得意一笑道 小子 老子叫郭洋洋 听好了 交了保护费之后 就跟着我了 交保护费 王小飞知道这纯属扯淡的借口 在这单医院里面 怎么可能有交保护费一说 在看看四处过来的那些 看笑话的眼神之后 王小飞就更加确认 这几个人是专门来消自己的面子的人 是有人鼓动着你们来的吧 王小飞淡然地问了一句 听到王小飞这样询问时 几个年轻人的脸色微微一笑 郭洋洋哼了一声道 王小飞 我不管你以前多么牛逼啊 多么的厉害 到了这郡里面 你一样都不是 是吗 那就比划一下 我好久没有活动身子了 倒也想打一场 呦 郭洋洋就把目光投到了王小飞的身上 上上下下地把王小飞看了又看 今天还真是受到了人的引路之后到来的 宁兵宇在郭洋洋的面前刺激了一下之后 郭洋洋带着人就来了 他也想在美人的面前表现一下 把王小飞看了一阵之后 郭洋洋哈哈一笑道 嘿嘿 挺好 挺好 好久人没敢这样说话了 大家看看 这事该怎么做吧 刚说到这里 挥拳朝着王小飞就打了过去 他动手时 那几个跟着他到来的年轻人 也都突然间 手中出现了棍棒之窝 朝着王小飞就砸了过去 一时之间 王小飞就陷于他们的包围之中 哼 王小飞早就有了准备 并不必让 朝着郭洋洋就是一拳 回击而去 现在王小飞也看出来了 这几个年轻人都是练体者 他们虽然并不能够动用真气 但是以他们现在身体的情况 唇用练体的力量是能够产生很强的杀伤力 砰 一声响声传来时 王小飞的拳头与对方的拳头重重地碰在了一起 啊 郭洋洋是练体者 在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充分地展现出他的力量 就算是金单七的人如果没有练体的话 同样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在他看来 王小飞就是一个很弱的人 就算是助击期 面对着他这种练体上达到一定层次的人 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可是结果却是让他后悔 一拳之力打来 王小飞手上传来的是强大的力量 就是如同用鸡蛋碰上石头似的 手上传来的是一种剧烈的痛感 然后就抱着手惨叫起来 本来正在向着王小飞冲过去的几个年轻人 这时恶然止步 就把目光投到了俩人的身上 再看向郭洋洋时 大家的脸色早已大变 在大夜城里面 许多的修真者因为无法动用真气 都会修炼一套炼体的公爵 所以还是有不少人兼修炼体 不过炼体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许多人在炼体上就算是有着公爵 浸泡的药液就不是他们能够承担得起 在修真界里面 大家把炼体分成了十二层 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修真公爵那种层级 是走的另外一个层级系统 郭洋洋因为家里面有钱的原因 倒也能够搞到不少的药液 来对身体进行浸泡 现在他也算是炼体中的好手 达到了炼体四层 炼体四层在这里面 已是足以破碎金丹者的丹海 所以就算是一些金丹者 也不足以和他硬拼 毕竟金丹者现在并不能够动用真气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郭洋洋有权势 本身又达到了那么高的炼体层级 自然就为所欲为 没有把这里的人放在眼里 今天受到了挑拨之后 就是专门来找王小飞的麻烦 想整治一下王小飞 可是结果却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互拼一拳时 郭洋洋还以为这一拳 足以要了王小飞的命 可是一拳下来 再看他的手时 本来好好的一只手 现在整个的变了样子 骨头碎了 血肉都哄得炸开 拳头哪里还看得出是拳头 郭洋洋当场就痛得惨叫了起来 王小飞这时看向另外几个年轻人 也不多言 挥着拳头就冲了上去 随后时间就听到拳头 打击在肉体上的声音 然后就是一个个的人倒了下去 太快了 观看的人们本来想看王小飞的倒霉样 结果却是看到了这样一种结果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看向了他们这个方向 你 郭洋洋想用手去指王小飞时 却是把他痛得又残叫了一声 如果你们再不去服药的话 估计手就废了 你是练踢者 一个年轻人终于忍着痛问了一句 收拾你们足够了 打了人之后 王小飞身上的气势也在上涨 沉声说了一句 你敢打我们 听到又一个年轻人在喊问 王小飞哼了一声道 我想你们也知道这里是有规矩的吧 刚才的一切我都录像下来了 谁在找事你们自己清楚 就算是你们告到哪里 也是你们吃亏 滚 说话间 王小飞一脚踩下时 地面都陷了一个深深的脚印 走 怒目瞪了王小飞一眼时 郭洋洋带着人走了 你是练踢者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 王小飞一看 发现五个女助理 这时都出现了 向着他们看了看 王小飞道 这小子到来的事情 你们估计早就听说了吧 五个女助理神情复杂地 看了看王小飞 时和意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到乙红楼去 到时再跟你说 好 王小飞也想知道一些情况 就随着他们向着乙红楼而去